那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你只要任何一个时间 你不用头脑的时候 你不是用思考的时候 你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末念也可以 初生念也可以 那么念的时候呢 有些可以敲到墨语 比如说 拿摩观世音菩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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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后生四个字呢 观音菩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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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念 如果莫念 那最好呢 这个有数珠 这个数珠啊 现在我们在家居士通常带来这个 串数珠 有的是四个 有的是二个 有的是八个 那看多或者是少 那就直接拿了个数珠啊 你念一圈就是啊 就是多少数珠 你必定要记数 不一定要记数 但是呢 你抓到那个念珠的时候呢 提醒你 要念 这个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你的心就比较平和 比较稳定 比较呢 有安全感 这不一定是感应呢 就是你直接念的时候 你的心就安定下来 对 对